你好 我是李挪娅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社交网站盛行的年代 孩子使用手机上Facebook Snapchat已经不稀奇 不过麻州有一个31岁的亚裔父亲 在发现11岁的女儿用手机下载Snapchat之后 竟然气得拿皮带抽打女儿 还勒住女儿的脖子 有亲戚在事发之后带着女孩向警方报案 这个失去理智的爸爸被逮捕之后 被依企图谋杀和攻击儿童罪名积压 法官还下令他不得交保 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离谱母亲 德州有一个妈妈上个月向警方报案 说她分别只有两岁大的女儿和一岁四个月大的儿子 把自己锁在车内活活被热死 不过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这两个无辜的孩子其实是被妈妈关进车子里处罚 时间太久不幸死亡 这名24岁的年轻妈妈在警方调查期间说辞反复 一开始她对警方说 事发当时她在屋内一边折衣服 一边看电视 孩子在后扬台湾 她后来发现孩子不见了 找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孩子把自己锁在车内 失去意识所以她破窗救出孩子 然而警方发现她的说辞有许多疑点 也怀疑只有两岁的孩子怎么有办法把自己锁在车内 最近这名母亲终于坦诚 她是故意把孩子留在车上 因为孩子在车上玩不肯下车 所以她关上车门想教训孩子 她说因为孩子过一阵子会自己下车 所以她静止回到屋内吸食大麻 还昏睡了三个小时 等她醒来之后去看孩子 两个孩子早就失去反应 为了躲避行责 她还故意打破车窗 把现场搞得像意外事故 德州当天的气温高达华氏95度 密地毕的车内气温破百度 证明母亲被医重伤害 儿童最嫌起诉 新闻继续来看 Fremont最近接连发生两起项链抢案 先是有人在大马路上被歹徒 硬扯下脖子上的项链 因为力道过大 被害人的脖子还因此被擦伤 另外一起抢案发生在停车场内 嫌犯将一名女性受害人推倒之后 从后方强行拉扯 抢走她的项链 两名被害人都说 抢匪是一名开着绿色轿车的非洲一男性 警方依据案发地点附近的监视录影画面 找到嫌犯的车辆 寻现将这名嚣张的歹徒 升之以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